首先提供您医疗讯息 乳癌是台湾女性时纳癌症当中发生率最高的疾病 每年确诊人数超过1万人 更是近6年以来死亡率前3名的主要原因 根据最新的乳癌登记报告指出 8成的乳癌患者在初次诊断时期是属于早期的阶段 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它复发 今年健保开始针对早期的乳癌高复发风险族群 给予一种细胞抑制药物 经过治疗之后最终就发现到 有8成的病患癌细胞都没有复发跟转移 48岁的林小姐在两年前发现胸部有硬块 就疫后确诊为乳癌三期 在经历治疗切除后却仍在两个月内复发 我开完刀第一次开完刀伤口还没愈合的时候 我需要去回诊 我发现说怎么还有这样一小颗一小颗 像小米粒的东西 就切片以后就发现又复发了 乳癌为国内女性十大癌症发生率之首 尤其术后复发是痊愈路上的最大阻碍 要小心的是这些人可能就是高复发风险族群 在荷尔蒙阳性的这个高复发风险族群里头包含四个重点 一个就是零八节 比如说我们的肿瘤有跑到零八节 再来还有肿瘤比较大颗大于五公分 那另外还有像这个分裂指数比较高 或者是分化的状况比较不好 就是分化比较差的肿瘤 这些都是高复发的风险 就是要特别注意 近年推行的细胞周期抑制剂 是种标靶药物 结合传统治疗进行辅助 就能有效降低术后的复发率 专家指出使用新药的患者追踪五年后 有近八成不再复发 而细胞周期抑制剂 今年也纳入健保给付 这个细胞周期抑制剂 简单说它就是抑制细胞的分类 那传统的荷尔蒙治疗 再加上细胞抑制剂的话 会加成疗效 所以这些高危险复发的病人 如果手术完荷尔蒙治疗以外 再加上两年的细胞周期抑制剂 它可以下降复发率三十几%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把握术后两年黄金治疗期 有助于癌友迈向痊愈 未来是否有更多乳癌新药 能够纳入健保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大爱新闻潘冠林谢启全台北报导 有的 谢谢大家